大家好,我是劳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1年8月6号 上午的10点56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咱们最近在推广的亥币 亥多了和另外一个手机挖矿项目 派币,派谁更牛 因为最近有很多网友问我 说我们好多人都在做派币 跟你这个亥币比怎么样 到底哪个好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讲一讲 希望大家喜欢 好,首先还是个免责声明 不能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 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改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字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现在我们开始 好,我们说说这个亥币跟派币的区别 我们来对比一下 你就知道哪个好哪个坏了 首先这个亥币是有白皮书 对吧 这个白皮书是分五个阶段来进行 那么这个派币是基本上没有白皮书的 你几乎找不到它的白皮书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事情 当然它就是创立时间比较早 它是在2019年的3月14号创立的 也就是咱们官网 咱们plus官网前的大概3个月左右 时间比较老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那什么原因呢 一会我会讲 好,我们第二点 我们看看项目方 咱们亥币它的项目方是两个币圈大咖 美国的大咖 一个叫做Steven Rust 他是美国最大的比特币网站 叫bitcoin.com的前首席执行官CEO 另外一个就是Sean Ratch 他是美国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这个crypto.com 他是应该是能排在美国排前10名的交易所 他是这个交易所的前销售总监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在任何的币圈的媒体都经常看见 他们两个人的一些相关的采访和报道 那这个派币的项目方呢 是几个学生 一个呢叫Dr.Nikolas Kokalis 那个名字像有点像俄罗斯或者东欧的人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纪念机博士后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中国女生 他叫做范陈雕 一看名字就是中国女孩 他是一个也是斯坦福大学的纪念机系的博士生 在读博士生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毕业 另外一个呢叫做Wincent 也是这个耶鲁大学的一个商业学的学生 就是做商业方面的推广 也就这么三个人 好 那么技术方呢 咱们派币呢是腾讯和阿里巴巴提供他的技术 就是跟咱们做数字人民币 现在在做测试的是一般人 那么这个派币的技术方呢 也还是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既是项目方又是技术方 那再看投资方 投资方呢 咱们是有中方的腾讯和阿里巴巴 还有美方的AIG 摩根斯坦利 这种顶尖的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 那这个派币的投资方呢 也是基本没有 也就是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既是项目方 又是技术方 又是投资方 你一看就不靠谱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看官网 官网呢 咱们是hi.com 我们可以用站长之家来查询 这个派币的官网呢 是mindpine.com 它是有一家公司来维护 我不知道这个公司跟这三个人是什么关系 这个公司呢 叫做social chain 这家公司来维护 这个官网 那咱们这个hi.b呢 就是有自己的基金会 叫hi.fondation 是正规的机构 这个派币呢 找了一家不叫派公司 叫social chain 这家公司来维护它的官网 它的官网呢 叫mindpine.com 好 一会我们再看看服务器 服务器也很大 有天朗之别 好 咱们这个hi.b呢 有这个智能合约地址 它是在以太坊的主网上发行的代币 跟咱们plus是一样的 是erc20格式的代币 那么将来呢也会上工业 又上主网 那咱们咱们的合约地址呢 是可以查询的 就是Linux C4F6193这个地址 任何人都可以查得到 那这个派币呢 到现在为止 已经两年多了 它是19年3月份搞出来的 现在是2021年的8月份 还没有出合约地址 也没有上官网 它的说法呢 是它后续会上线钱包 测试网和主网 但是到现在呢 这个项目并没有开源 所以说你是查不到的 也没有通过审计 咱们昨天说了 咱们的hi.b呢 是通过了最严格的审计 叫Sentify 这家公司 那么外界呢 没办法知道 这个派币的开发进度 那基本上 在很多的一些 GeekHub这种开源的 网络渠道上呢 也无法找到 它的开发进度 那么你如果去找呢 偶尔发现一两条 关于这个博士后的一些信息 但是资料呢 也很少 那智能合约地址呢 现在是没有 那么所以你也不知道 这个派币有多少个 发行总量呢 也是不确定的 就说有几百亿枚 那咱们的这个hi.b呢 是很确定的 咱们智能合约上 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是3.5亿枚 那这个呢 就说有几百亿 甚至有人说要上千亿枚 那肯定不值钱 这个东西 所以它当然现在也都没有 计划书啊 什么白皮书啊 智能合约地址都没有 啥都没有 所以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有多少枚 这个就很不靠谱 那么交易所呢 咱们呢 再过几天 大概8月8号 或者8月10号 会上这个uniswap 这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那派币呢 上交易所呢 更是遥遥无期 它连个智能合约都没有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来 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上交易所 或者能不能 人家让它上 也它也不清楚 那么造血功能呢 咱们亥币呢 前期是没有的 但是后期呢 它会推出一些金融服务 来收取服务费 换句话说 你必须购买这个亥币 你才能够享受它的金融服务 像转账啊 什么 法币兑换呢 跟加密货币兑换呢 这些一系列的服务 它是要收服务费的 这个服务费呢 就是亥币 所以呢 它是有价值的 那么派币的造血功能呢 现在没看出来 还不知道它搞的什么样 已经搞了两年多了 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所以就是一个很扯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咱们的这个亥币的团队呢 是经验丰富 而且是酒精考验的团队 这个团队呢 由企业家 高管 还有技术专家 还有思想家所组成 他们分别是来自 bitcom.com crypto.com 阿里巴巴 腾讯 还有美国的AIG 还有美国的摩根斯坦利 都是美国顶尖的投行 还有就是瑞士信贷 叫做Credit Suzy 是一个瑞士的信贷公司 都是在这个行业里 最顶尖的公司 你看这两个人 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 也做了很多的视频 来介绍 亥币这个项目 crypto.com的前销售总监 Sean 还有这个bitcom的 前首席执行官CEO Steven 这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有名有姓的人物 而这个派币呢 就是这三个人 这三个学生 都是学生 一个是最右边 中间是博士后 中间是一个中国女生 当然咱们这不是歧视中国人 就是说你毕竟是个学生 是吧 可能会懂一点技术 那最左边是一个黑人 是一个什么商业推广的 他也是个学生 基本上就是一些 初出茅庐的学生 你觉得他能搞成大事吗 没有财团支持 没有强的技术团队 你说他能有什么前途 好我们再查一下他的官网 如果我们用站长之家 查这个嗨币的官网 你看他的注册商 他的更新时间 他的DNS 他是个美国的顶尖的云服务公司 叫cloudfail.com 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中国是华为云 还有阿里云 在美国主要是亚马逊云 这就是一线大牌的公司 来维护这个hail.com 这个网络 这是咱们在站长之家 可以查出来的 好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派币 这个派币他的官网 叫mindpain.com 你看他也是在美国注册的 那么他的服务器的运营商 是一个小公司 叫做digitalocean 也是美国的 那么digitalocean 叫数字海洋 翻译成中文 他在美国 是规模非常小的一个小公司 在业界名气也不大 跟刚刚说的 这个大的云服务商 比起来就差太多了 那么这种公司 适合一些初创企业和小公司 像个体户什么的 用他便宜 对吧 那大公司或者大的项目 不可能用这种公司 来维护网络 非常的 就是说不是很安全 好我们再查一下用这个专业软件 ZenMap来扫描他的服务器端口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Hi 他的服务器的IP地址 是104.18.23.187 那么他的DNS证书 可以查得到 是美国加州的Cloudfail 这个大公司 Cloudfail刚刚叫Fail 他是美国顶尖的网络安全技术服务商 他不怕黑客攻击 那我们再来看看Pi的官网 这个Pi币 他叫MinePi.com 他的服务器的扫描端口的 结果显示 他的服务器的IP地址 是165.227.6.144 那么他的DNS 是美国的一个叫Lets Crypto 那么这个DNS 是一个美国的小公司 它是隶属于这个Digital Ocean的 而且他这个DNS是免费的 不要钱的 那如果你上网查一下 他可以问他 这个Digital Ocean是否提供免费的SSL 他这里就说 Lets Crypto是一个开放和自动化的证书颁发机构 它使用ACME 叫自动证书管理环境的协议 向任何兼容的客户端提供免费的 免费的TLS SSL证书 那么这些证书呢 可用于加密你的Web服务器和用户之间的通信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派币的项目方呢 是穷的穷困潦倒的穷学生 他连这个官网的服务器的DNS 这个防黑客的都是用免费的 免费软件 你就想他这个项目能不能有前途 你放心把用户资料交给这样一个免费的 一个美国小公司来管理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你拿这个嗨币来比这个咱们的派币 那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你要搞清楚 那么你到底要做哪个项目 所以说你很多人去挖这个派币 甚至把有的人的微信头像都下面弄了一个派 觉得自己很牛逼 其实从专业人士来看呢 就是很傻逼是吧 就证明你是个傻子 就是做这种项目 那你要我建议你呢 就是把你那个头像啊 那个派币改成咱们的嗨币 还显得你高大上一点 好吧 你如果觉得你的档次就是做这种无聊的项目的话 那你就去做 咱们的是高大上 咱们是嗨币呢 将来如果plus 如果不出来 那咱们嗨币钱包就是一统天下 你放心 你是绝对没有任何一家钱包 可以跟咱们嗨的钱包比美 除了plus 那前提就是plus要开网 如果不开网的话 没有人能跟他竞争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 啊 感谢观看